北明有声 心脏为主题的分场景中找到了密道 现在我和他们躲在隐藏场景的居民楼内 小孙盯着手机屏幕上了字 他没想到秦广和剩下的游客已经进入了隐藏场景 能具体说下位置吗 你们旁边有没有什么比较有特点的建筑 建筑外面写着九红小区二号楼 楼里面没有租户 全都是病房 特别吓人 你们不要乱跑 我去跟你们会合 小孙发过这条信息之后 立刻跑出了房间 可跑到一半他又回来了 就这样吧 马峰扔在屋子里不太安全 他和别人的昏迷症状不太一样 我还是带着他一期比较好 等遇见其他员工后 直接向马峰交给他们 让他们赶紧带马峰去看医生 小孙想法很好 他扶着马峰走出自己的房间 但奇怪的是 鬼屋里有数目夸张的鬼怪 偏偏小孙这里遇不到一个人 大家好像都在躲着他走 这马峰果然是个大麻烦 大家都不想跟他走太近 隐藏场景九红小区二号楼里 赫山左寒和王老师三个人站在一起 他们将拿着手机的秦广围在中间 你仔细看看马峰回的信息 这像是马峰说话的语气吗 连我这个和马峰接触没多久的人都看出了问题 你还傻乎乎地问我为什么 左寒摇里摇头 手机那边已经换人了 可这就是马总的手机号啊 尽管还是有点不太详细 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那你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不给你打电话 偏偏要给你回信息呢 可能他现在不太方便 错 是因为那个擅长模仿声音的演员还没有过来 等那个演员出现以后 他就会立刻使用马峰的声音来误导你 左寒摆了摆手 不要再抱有幻想了 大批鬼屋演员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位置 不想被吓昏迷的话 最好立刻跟我们离开 可万一真是马总 可过了以后发现我们不在这里 尽管有些担心马峰发火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我们好心让你跟随 现在是你求着我们 所以别这么多废话 左寒将一个布娃娃的头颅塞给了秦广 拿好 别弄丢了 一定要带着这玩意儿吗 秦广双手捧着布娃娃的头颅 满脸的不情愿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找到布娃娃的头 肯定要带在身边啊 赫山对秦广他们没有好感 如果不是左寒觉得秦广有用 他绝对不会收留秦广 不仅要带上 还要对他保持足够的尊重 左寒的声音一直是冰冷冷的 他思考问题很少掺杂个人情绪在里面 就算那些游客曾对他冷嘲热讽 但只要他觉得有用 就不计前线收留对方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 要对他有用 能帮助他改善现在的局面 通关了活关村场景之后 左寒对恐怖屋当中的各种任务物品 抱有深深的距影 他知道当参观进入尾声的时候 场景内所有鬼怪会全博发狂 优先进攻哪有任务物品的人 他收留秦广 说白了 就是不得让秦广死得稍微有价值一些 走到九红小区二号楼门口 左寒是以秦广走在前面 你手里的布娃娃头颅是护身符 难道布娃娃就是名台 左寒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猜测 鬼屋老板倾通心理学 把人心中的恐惧玩得出身入化 我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揣摩陈老板的心思 左寒摸着鼻尖 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布娃娃的头颅 任务要求是找齐布娃娃的身体 例如布娃娃就是名他的话 那找齐布娃娃的身体 不就相当于游客主动把这个场景里最恐怖的家伙 给拼凑出来了吗 想到这里 左寒感到后背发凉 陈老板是想要游客亲手把恶魔放出来 通关是不可能通关的 左寒光是想了想就觉得可怕 现在这个场景带给他的恐怖感 已经远超其他场景 更糟糕的是 他心里很清楚 这还不是名他场景最恐怖的地方 四星场景的难度果然不一般 这次过来就当是探路了 我已经知道了一条密道的位置 下次挑战应该会轻松许多 左寒和其他几名游客 走出了九红小区二号楼 有布娃娃头颅的保护 他们并没有被黑屋里那些 稀奇古怪的家伙攻击 很顺利地来到了一号楼入口 二号楼里全是莫名其妙的便房 似乎楼内住户都是疯子 难道这住宅却是一个私人精神病院 明台场景的故事背景很模糊 左寒只能根据自己寻找到的线索 进行推测 九红小区二号楼内 隐藏有非常多的线索 但让左寒为难的是 这些线索没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其实这也不怪左寒 诚哥为了不暴露明台和被诅咒医院的部分秘密 他将场景里原本存在的一些重要线索给拿走了 游客们看到的 只是诚哥想让他们看到 不过仅仅只是依靠那些支离破碎的线索 左寒和王老师依旧推断出了一些东西 姑且把九红小区二号楼当作一个精神病院 里面的病人都非常特殊 更过意的是 医生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要治好他们 反而是不断把他们往变态的方向引导 疯狂加重他们的病气 隐藏场景是最核心的场景 这个私人精神病院出现在这里 说明私人精神病院对明台非常重要 我们的场景主角 或许就是在这里完成了最后的蜕变 假如说布娃娃象征着明胎 那找齐布娃娃残缺的身体 那就是唤醒明胎 场景难度会增加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肯定不是最有解 左寒无意识地扫了一眼布娃娃 忽然发现了布娃娃脑袋上的眼珠子 好像也在看着她 心跳突然加快 左寒竟然从布娃娃的眼中 看出了一丝悲伤和孤独 找齐布娃娃身体 并将其带出场景 这可能是一个必死的任务 真正痛快的方法 或许是要感化布娃娃 让其获得解脱 左寒大脑转得飞快 无数想法在她的脑海中碰撞 在想什么呢 王老师很看重左寒 小声询问 左寒将自己的猜测 悄悄告诉了王老师 对方听后半天没有回话 只是放慢了脚步 直到和秦广离得比较远后 王老师才悄声说道 左寒 你知道我参观到现在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是什么 真是 王老师的表情变得非常严肃 太真实了 我参与过多起重案的侦破 这里带给我的感觉 就和凶案现场一样 你怀这里真的发生过命案 左寒很聪明 王老师一开口 他就猜到了王老师的想法 没错 而且不止意气 王老师深吸了一口气 这地方的场景不止 还有那些王死者留下的话语 全都透着一种血淋淋的真实感 你们没有去过医县 恐怕还体会不到 可如果这里真的发生过那么多命案 那陈老板的鬼屋根本就不可能开下去啊 在我看来 他应该是将自己参与侦破的命案复制在了鬼屋里 再加上一定的艺术加工 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希望是我想多了吧 王老师走在了队伍末尾 他很少这样和自己的学生们走到一起 老师 如果你真的对这里感兴趣 我们下次还可以再来 左寒想活跃一下气氛 他怕王老师想起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